梅艳芳 有整个香港娱乐圈,梅艳芳一生之中提点了很多的新人,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。 不仅如此,梅艳芳在当时的人缘也是十分的好,就像是闯荡江湖的女侠一般,梅艳芳的此一直是众人心中的遗憾,更是世界的损失。 在她的葬礼上,几乎所有的香港艺人都到场了,只为即便这个综合香港娱乐园的传奇人物,而张国荣或许这是大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字。 但是张国荣先生,的确是已经离我们远去了,即便如此,我们还是难以忘怀张国荣先生的传奇,以及她为香港娱乐圈所作的贡献。 张国荣先生一生获奖无数,但是却从不以此为傲,为人谦虚低调,也一直是让人们喜欢她的原因。 在她的葬礼上,香港的一众明星全部到场,万人空向,有人说,少了她的世界,是黯淡的。 三王天林王天林,是香港早年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,可以说她本身就是当年香港的大壁江山。 2010年11月,因为身子机能病逝,她的葬礼,当时也是轰动全国。 四,邓光荣介绍邓光荣,我们不说邓光荣怎么怎么样,我们只是要记得,有德华,周军发,燕丹华,林明胜,这连著名导演王家伟,都是邓光荣先生一手提携出来的。 可以说,邓光荣先生的存在,为当时的香港娱乐圈,创造了太多太多的辉煌。 2011年3月29日,邓光荣懒心脏病突发去世,享年65岁。 他的葬礼在2011年4月,举行整个葬礼仪式。 从早上11时,大略至黄昏六十节会就结束,一世激进爱荣。 五,刘家良。 刘家良是香港著名导演,物数指导,父亲刘家是黄飞鸿,入室弟子林史荣的新传弟子。 而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实习红旋,是黄飞鸿的传人。 他也是守卫赴好栏目进行动作指导的华人,刘纵十一声唐力满天下。 在他的葬礼上,不光许多明星,更是众多弟子到场送别这位传奇人物。 据说,当时到场的人多达半条街,这种鼎盛,堪称这半个世纪最大阵仗。 下面这五位传奇人物,生前都是香港的呼风唤雨的人物,死后更是轰动全国人民。